就二三年的中美关系呢 其实开局是不利的 但是后来经过双方的那个努力吧 最后在下半年 快到年底的时候 11月15号呢 中美就有了元首会晤 那么从这个元首会晤本身来讲呢 应该讲还是成功了 是吧 这个应该讲 美国对习水局的接待规格非常高了 那个那我双方元首谈得也很坦率啊 这个让这个中美关系 至少是缓和了一下 至少是缓和一下 但是你要说结构性改善呢 我觉得没有 结构性改善没有 大结构 还是像美国讲的那样 它是竞争的 知道吗 因为美强我弱嘛 美国在定义中美关系方面权力更大一点 他说就是竞争 尽管中国不同意啊 都说光用竞争 中国说光用竞争 定义中美关系不对 因为中美关系实际情况比较复杂 这也是事实啊 毕竟就是美方要更主动一些嘛 二十四年呢 又有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是干扰因素嘛 所以二十年中美关系坦率讲是还有很多不确定 这个我们会这样吧 尽量的努力 主观上努力去稳定中美关系 但是客观上呢 一定要对中美关系啊 抱有冷静的看法 中美关系容不得浪漫主义啊 知道吧 浪漫主义会害人呢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 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嘛